三叉神经痛击全身多处疼痛案例 发出胃溃疡 十二指肠溃疡 在医院治疗效果不明显 吃饭后食物会反流到口腔 恶心 2020年8月 吃中药调理一个月后 有些改善 食物反流到口腔次数减少 但还会恶心 胃脏的不想吃饭 16岁开始偏头疼 大概2017年开始 出现右边牙根胀痛 三叉神经痛 眼睛胀痛 肩周疼痛 腰痛 这些症状不止白天困扰着我 晚上也很难入睡 三十点钟才能睡得早 而且睡着了也会痛醒 经常感觉浑身无力 老饭困 走路十多分钟 脚就累了 通过公众号了解到原始点 于2020年10月22日来到中心调理 每个工作日 早上到中心按推一次 对原始点非常有信心 完全配合落实原始点调理的各项细节 愿意 愿意改变自己的不良习惯 放松心调理 放松心情 开心调理 吃五谷杂粮 面条 不吃水果 不吃寒凉食物 炒菜多放辣椒 姜等热性调料 温热全素 干姜片五十克 加半杂三须 在家用红豆袋温敷 出门时用卵贴 并穿加热背心 颈部 腰部 每天温敷二十小时左右 每天趴楼梯走路 开始趴十五层楼 脚像灌签一样 现在轻松趴六十层楼 还加强做扩胸运动 走路 原始点调理二十天效果非常明显 右边偏头痛 牙根痛 三叉神经痛 眼睛胀痛的症状已完成改善 肩周 肩颈 手指麻的症状已改善 腰部疼痛 腰部疼痛 改善八成 之前 晚上三四点才入睡 现在十二点过就可以入睡 而且睡得比较沉 膝下两侧拉扯症状已改善 十一月三号 志工老师给我用姜泥按推腹部后 我上下都在排气 肚子脏气减轻 老师交代我每天早晚自己柔腹 现在我的肚子脏气已改善 已知道饿 想吃饭了 现在每天可以轻松爬六十层楼 还加强做扩胸运动 走路 每天运动两小时以上 不再困倦无力 每天精神饱满 感恩张糟汉医师研发原始点医学 在全球免费推广 汇集全人类 感恩原始点全部志工老师 帮助患者调理身心健康 感恩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